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9月6号大家要慢事要小心 好了 今集继续跟大家讲天时地利 今次讲人和的部分 天时就是一命 一命二运三风水的一命 即是你的八字夸了你的命运曲线图 地利是你的人生的舞台 即是我们所说的二运 你有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适当发挥的位置呢? 好了 第三就是人和 什么叫人和?很简单就是人际关系 好似香港现在经常有句话 识人比识字好 如果在你的人里面说处处吃得开 你的人缘桃花旺盛 会容易的人喜欢跟你交频结友 你的机会都一定比别人多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和部分 我们可以统称为你的人缘桃花 桃花不一定只是说蓝类的感情 亦都是说你的交频结友 是否容易得到别人的欢喜 有些人在命格方面来说 他是因为一个属于比较孤僻一点 不喜欢跟别人交谈的人 得罪人多 称呼人少的性格 他的人缘会一般上是比较差的 那如果你今天有缘看到这个节目 你想改善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呢? 但是你又不知道从什么情况开始改善 那我觉得这一集都可以透过一个缘河 去尽量帮你做到一个改善和提升的 好不好? 好了 方法不复杂 我也都其实在其他不同的节目 其实都曾经讲过 不过就不要专系讲一辑 那今集专系讲一辑 就是关人缘桃花的东西 先看你自己个人的生肖 好了 我们把它分为四组 他就有什么地方 一组 就是你的出生年 就是捕马狗 自有丑 就是蛇鸡牛 生子臣 就是猴鼠龙 这里就有四组的生肖 它们的四组生肖 我们在命理里面也有三合局的关系 它们各自有个图花方位 这个图花方位就是你自己本命的图花方 因为你的生肖是不会变的 这是跟着你一生的桃花方位 跟你流年的风水是不同的 好了,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害貌味,即是猪肚羊生肖出世的人 你的本命的桃花方就在正北 如果你是虎马狗生肖出世的人 你的本命桃花位在正东 如果你是蛇鸡牛出世的 你的本命桃花位在正南 如果你是猴鼠荣出世的 你的本命桃花位在正西 好了,那知道了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吹奉自己的本命桃花方呢? 非常非常之简单 桃花是代表着一种喜庆羊羊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是跟红色有关联的 红色 好了,那除了红色之外来说 亦都可以带有一些热力 好,那透过一些红色的热力 就可以吹奉自己的本命桃花方的 比如说 你是猪肚羊出世的人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房子 的正北 就去点香薰 点一些香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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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本身你有些放湿机的 你可以将香薰油放入放湿机里 让它蒸发出来 那便会带一种香味 香味 是的,一种香味一种动像 你也可以将一些红色的东西 红色的物品 就放在你本命的桃花方位里面 那这个就可以吹旺到你自己的 一个你本命的桃花方 但你不要整幅墙有了红色 大哥,待会你以为是看鬼的 你明白吗? 就是你在那个位置 譬如我猪肚羊出世的 就是我在房子里面的正北 那个位置里面来说 点一下香薰 点一下香薰 香薰油这些 让它有点热力 有点热力 你也可以点一下香薰蜡烛 也可以的 蜡烛 你可以点一些粉色的蜡烛 你不要点白蜡烛 你会吓到自己 你家里人不知是什么事 点白蜡烛 点一些粉红色的蜡烛 那就带有一种 吹旺自己的人缘桃花的现象 如果你自己本身 真的已经很久都没有拍拖了 那这个方法 其实也是有效地 可以帮你自己加强 你自己的桃花运的 那你的桃花怎么运用呢 就全乎一心了 就是你们自己想把桃花运用在哪方面 有些人就真的想拍拖 有些人想生意好些 那这个就是你的一念 但是你也要鼓起人缘桃花 在自己的本命桃花坊 就有空做这件事 当然你一年才点一次 就有用吗 有空要点一下 才会有用的 那为什么会叫大家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做呢 那你无理由搞你父母啦 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一旦你家里的位置点了 那你爸爸妈妈感情本来很好 突然其中一个多了桃花 就在一旦你家弄到父母 吵架就好了 所以搞你自己好了 你搞你自己 在自己的房子里的这些位置 点了这些 那记得 你不要点错啊 你明明是属猪 你就不要去点南方 就是吹黄了你身边那些人的桃花 你点你自己好了 朱套羊正北 虎马九正东 蛇鸡牛正南 喉鼠龙正西 点香分一些香味的东西 一些红色的东西 不过 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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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摆盐灯 记住 不要摆盐灯 重复 不要摆盐灯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 为什么 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风水的力量 是你眼见什么形态 是会应分什么的意境 如果 盐灯 是一块银石的物体 这一个形态 是很容易会搞到一个人会有 癌症 肿瘤 这些毛病 所以 不适宜摆盐灯 谨记 记住 不要摆盐灯 你点香分好了 不要摆盐灯 谨记 你也可以在这些位置里来说 摆一对 和合的公仔 譬如我们所说的 少男少女 的公仔 假设你已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半位 或者你刚刚拍拖 你希望跟对方的关系会密切一些 那你就把一个少男少女的公仔 在这些方位里面再点香分 那这个威力又会再强一些 这个就是跟大家做一个 小小的分享 那当然啦 我经常都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改善的作用 如果你的性格继续摘下去 继续沽批下去的话 难道你真是吹黄了桃花会 有人按门钟说 无理求还要跟你在一起吗 没可能的 你都要出去认识人 那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但是这个是可以帮你加强你自己个人的吸引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就是关乎你的衣着 OK 每一种颜色都有他自己特别代表的东西 就不关你的八字的喜容神事 知道吗 黄色是利财的 粉红色粉紫色鲜艳的色是利涂花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桃花人员好些 你真的要穿多一些颜色的衣服 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的颜色 明白吗 就是紫色粉红色 这些颜色 就是发酵的颜色 你才真真正正可以获得你的桃花的因缘 你经常黑乎乱特的 又黑色又深啡 那请问你的因缘何来 你明白吗 行不行 OK 记住 本命桃花坊 你衣着的颜色 是有望你的人缘桃花的 我希望这一集可以尽量帮到大家 吹往你的人和的部分 那你就会达成天时地利人和了 OK 那 之前拍过很多集 自己重温回 第一集 一命运的真相八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职因得五读书 六明七相八敬神 九交贵人十养生 另外再说到一命二运的二运地利 这个部分 那这集就是人和三集一起看 再加上用水的正能力 日日蓬杯水说 我要人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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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喝 那你这么多方面的话来说 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有所提升或者改善的 好多谢大家 拜拜